你 screaming 贼人若混过阴先生的检查 我们必须有另外的方法逼他现身 龙主 是想引蛇出洞吧 这殿内有同书的气息 那阴先生 没有抓住的贼人 就是童书师 我发现 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还叫换作的童书师 童书 童书 童书拿玄门凶手 玄门凶大 天啊 你在护着这个女人 就是与我们青丘为敌 我们青丘再也不认你这个 不讲是非的龙主了 这冷泉水源自于黑河园 至纯至净 也至寒至冷 天啊 本来就是遏制这世间一切的力量 可它 还要在水下强行的运用功法 去加热这冷泉水 消耗 那也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作多情 但是我发现 你最近有把我们成婚 假戏真做的苗头 如果是误会 那自然再好不过 如果不幸被我猜中的话 麻烦你克制一点 即使这样的话 我就用明锤青史墨 为你书写 保昏书万事永存 擦满了星空的夜 我不曾怀疑 爱的真谛 你已是你 我多幸运 是 世子觐见 二叔 二叔 二叔回来了 初离 终于回来了 撞了好多 怎么样 这是青秋王宫 还挺气派的 遇到了什么事 我这次出去啊 干了不少事呢 快讲给二叔听啊 你此前来过青秋许多次 见过这位二叔吗 我去了很多地方 见过吧 看见很多兴起的东西 嗯 我炸了广汉门三座山头 给阿姐报仇了 什么 炸了人家山头 初离 你怎么可以如此莽撞呢 嗯 我给阿姐报仇 谈何莽撞啊 罢了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前陈青山弟子宴回 这位是尹姚白小生 我回来路上认识的 见过 两位你们好啊 拜什么呀 他又看不见 抱歉啊 抱歉 他输毒的时候有点唐突了 抱歉啊 无妨 虚礼而已 对了 天药我已经安排去休息了 你们无需担心 稍后我再与他叙旧 二叔 竟跟龙主认识啊 我跟他曾是挚友 说起来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哎 初离 那不如 你先带两位宾客 到宫里面去游玩一番 晚上 我教人准备一场丰盛的宴席 为大家接风洗尘 好的 二叔 走吧 告辞 走 实在没想到 他俩居然认识 你是在感叹什么吗 我就觉得吧 那条龙竟然有朋友 哎 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安静啊 那个 叽叽喳喳的小换腰呢 什么鬼啊 你才是鬼 端腿鬼 叽叽喳喳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今天入青秋王宫 我堂堂又换妖女王 难道要对你们青秋监国王爷 行礼吗 不是 你怎么在我腰带里啊 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 藏你的 才能确定没人能搜尸吗 你倒是算得行 既然到了这青秋王宫 我们便要开始寻找铜术师了 怎么了 在我们青秋王宫 不能提这种修鞋门术法的人 怎么就不能提 我就提 铜术就是靠黑器才能练成的 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 驱除黑器的办法 嗯 你们一来青秋 就找铜术师 你找铜术师干什么 报仇 亏你还是个青秋世子 连提一句铜术师都怕 你阿娘毕生为驱除黑器而战 你在干什么 我 你怕 我不怕 我自己找去 你等等 那个 我那个 罗盘可能会有用啊 杨怀 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 你也再沾吧 不行 手下哪儿到哪儿啊 我还能背 他们这事 在做什么 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客气 有名副尽在咫尺 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 哪能偷懒 你不要命了 你也抓紧背吧 好 背背背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有名副的下落了 要不这样 我考考你 帮你加身加身印象 我怕你来吧 我怕你来吧 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 包子 太简单了 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 嗯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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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背了这么久 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啊 下一题 下一题肯定搭配 好 我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梦想啊 嗯 上 嗯 嗯 我想自由自在 飞黄腾达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我真要这么说 麻烦请你背诵 并抄写一百遍 牢牢记住标准答案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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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说了 自 自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背下来了 嗯 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 都背了些什么呀 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 白白燃烧了一个晚上 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 只是你问的我 刚好没有背到而已 我之前在那个赌摊 不是输了钱 还道歉你钱吗 我现在没钱 先给你张欠条 等我有钱了 一定还你 你先坐下嘛 走走走走走 宁和呀 你对我真好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就给了你一张欠条 这 算对你好吗 好着呀 但是这个欠条啊 我觉得 不用了 不行 拿着 说是借的 就是借的 我虽然赌运差 但承诺的事情 还是要兑现的 行 那我就把这个收下了 嗯 我找你还有一件事 嗯 这几日呢 虽然我们两个的感情 没有什么进展 但也是有了些许的默契 我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还是去试一试吧 万一成功了呢 行 你想做什么 我都陪你去做 不愧是专业的 这么快就调整了状态 我也调整一下 准备好就走了 小生 我们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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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